您今天高瘦了 89 没涨钱 一直没涨钱 这位爷爷年近90 为何一直没涨工资呢 他的退休金说出来 真是让人不敢相信 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马上就90岁了 高龄了 马上输狗的 您可身体真棒 这么大年纪了 还一直出来溜弯呢 出来溜弯 每天都出来吗 不每天都出来 这两天感冒 没出来 有点不合适 咳嗽 咳嗽 对 没事 您身体怎么保养的这么好 身体就是开心 什么事不计较 什么事不计较 心态好是吧 对心态好 放宽了心了 那您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钱工 钱工 工人 一直做那个吗 一直做那个 做的退休 心情好 没涨钱 一直没涨钱 对 就七 六三年涨了一级 七几年涨了半级 剩下都没涨钱 都没 挣多少钱啊是 我 我一开始就挣50多块钱 那现在呢 到现在就就挣50多块钱 基本上退休了 到退休也是这50多块钱 对对对没涨钱 嘿 那现在退休金到吗 退休金60多块钱 退休金60块钱 60块钱 呦 现在不止 60块钱 61块钱吧 现在的物价不一样了 哎呀 这也不一样 那这钱够花吗 够花的 够花的 心情好 这个现在不止 60多块钱吗 60块钱 心情好 就能长手了 对对 长手 吃的好坏 没有 没有事 60年哀饿 没饿死 这个四几年 到日本红包面的时候 没饿死 那时候七八岁 到现在二十多岁 也没饿死 也没事 心情好 主要就是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是吧 有一些好的心态 不计较 那现在日常谁照顾您 日常儿子 儿媳妇 跟他们一块住 对对 您有几个孩子 有三个孩子 有三个孩子 两个男的孩子 一个女孩子 真好 多幸福 对 现在跟谁在一起 跟大儿子在一起 大儿子是不是也都退休了 退休了 他们是不是都有孙子 都有孙子 都有儿女们 都是独生子女 完了 就是没有男孩子 全是女孩子 没人接班 对对对 没人接班 心态夫讲究这个了 对 四十同堂多幸福 真好 您真幸福 那您做工人 就一辈子都在那一个厂里 也没换工作 基本上就是调农工做 基本上就在遗产了 退休就在遗产了 每天就是在这锻炼锻炼 溜溜味 不每天 头几天就是下大雪之后没冻 下大雪以后 冻了冻了 挺好的 没有事 吃药吗平时还 吃药 吃药 血压高 或者怎么着 高的不太烈 吃点药 反正是 肥没有事 没大问题 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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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您健康长寿 谢谢您 爷爷能有如此高龄 除了坚持锻炼 更重要的是保持心态 您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 在此祝他健康长寿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 不见不散